浪子燕青见着八帝徽宗道军皇帝 他呀就没想到这么顺利 就凭他能见着皇上 在那封建年代 皇上是至高无上的 贵为天子富有四海 天之骄子神圣不可侵害 平民小百姓想见皇上 那不是玩笑一样吗 这燕青啊不敢想 结果还真就见着了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有人可能听着觉得这玩意不合理 实质没什么神秘 这叫有心栽树树不活 无心插柳流成阴 这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 你看这简单就相当相当难 你看这相当难的事往往还非常简单 这一切一切归源于非常巧合 怎么回事呢 没有礼师师 燕青见不到皇上 皇上要不走下道 要不逛脑子 也见不着燕青 你说这事不是凑巧了吗 闲言少叙 书归正文 燕青多聪明啊 能错过这个机会吗 他先编了一套瞎话 说我呀 我有罪 我什么罪呢 我是一个经商的商人 我叫燕青 我在河北大明所尽了点钱 到口外倒头马屁 等回来的时候正路过水不凉山 结果被人家连伤口载人全裸进凉山缸 一住我就住了三四年了 这后来我抽了个空子 我从凉山上跑下来 官府曾经通缉过我 我现在无处安身 我是个罪犯 偏偏睡觉是贴心吊胆 但是 我有一肚子苦中 无处身心 因此恳请万岁皇爷开恩 赦免小人无罪 燕青啊编了这么一套瞎话 当然这个瞎话 都跟李诗诗碰过头来 李诗诗在旁边听着假装掉眼泪 哎 你说我这个兄弟 比你有多苦啊 一肚子苦水倒不出来 陛下您看怎么办 能赦免他无罪吗 哈哈哈哈 这赵吉平完了笑 哎呀 朕以为什么什么大事 闹了半天 小事一断 啊 从我这儿说 赦免你无罪就是 谢主能恩 燕青喝了几个头 这李诗诗又说 陛下 孔口无凭 应该立字为证 光您这么说 他知道我知道 那官府的人都不知道啊 您说师父 您应该下一道 摄令才是 我的印章 什么什么东西都没带 怎么能书写呢 要 您哪 写了您的名字就可以了 您贵为天子 哪一个敢不听您的 哎 那都等于天书一样 我这文房四宝都现成的 您就劳一劳大价 写一下吧 写 好嘞 你看看 李诗诗 那说话真管你 八臂徽宗是言评计从啊 东西撤下 文房四宝准备好了 八臂徽宗提着笔 稍微想了想 嗯 刷刷刷就几个字 小一 周府县道文武衙门一庭皆知 朕赦免厌亲无罪 不得捉拿过问 钦此 宣和四年年月日 召集 就这几个字 那值了金子 写完了 交给燕青 燕青非常高兴 再次磕头谢恩 把他揣起来了 那 广上今儿高兴了 一边喝着酒 一边问燕青 你在凉山待了三四年 正是 好 好啊 那三四年也不算短啊 你对凉山里边的事 肯定能知道个五六 能不能对朕说一说 燕青要的就是这句话 陛下如瓶 我知道得太清楚 不过呢 我是个市井的小民 议辞不当 如龙四 还请陛下恕我无罪 说吧 随便说 朕赦免无罪就是 好了 这燕青打开话笔子 首先说 陛下 不管您爱拼还是不爱拼 我敢担保 水不凉山那些人 都是真正的狭义之士 辟天行道 除暴安良 杀的是贪官无力 土豪烈森 救的是解夫列夫 孝子前孙 通通都是好人 没事我跟他们谈心 我才知道 他们大部分都是被害的 特于无奈才逼上梁山 另外 宋江曾表示过 他根本不愿意当贼 就希望皇上下到招指 招安赦他们不罪 如果赦免他们没罪 他们愿意报效朝廷 致死独立 陛下 这帮人 那都是虎啊 一定是 如果朝廷能任命他们干点什么事情 肯定 他们赤胆重心 为国进兵 能给朝廷干一番事业 何必叫他们当贼呢 他们十了万人 兵强马壮 话干戈 为玉伯 多好 连我都替着着急 刚才我说这是个大案 燕青说得非常细 这赵集呢 还头一次这么认真听别人说话 他俩眼发指不住的扁头 哦 哦 我说燕青啊 那么 朕两次降指招安 你可知道 知道 我太知道了 为什么招安没成呢 陛下您听我解释 第一次招安 是那个挺大的官 好像叫陈宝善 对了 陈太尉 领着人去 搬杂招职 可是呢 那个职业里头也没写清楚 也没提到赦免 他们没罪 光叫他们把东西全都交了 这边他们心里都没笔 这是一 另外呢 跟着去的还有一个张干半和李雨侯 后来我打听清楚了 张干半是蔡金的人 李雨侯是高雄的人 他们俩跟着搅拌 到那个没拿水不良山的人 荡人嘛 臭贼长 臭贼短 什么无知的村夫等等等 你说那帮人能接受得了吗 因此起了反感 才有人撕了圣旨 都打了钦差 但是 陈钦差并没挨打 是那个张干半李雨侯被揍了 尽管如此送江还把他们护送出了梁山 不也平安回来了呢 另外第二次赵安 不知道什么原因 宣读完赵安的赵书之后 有些人撒着 当时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 后来我听说了 听谁说的呢 就听那位姓文的文师爷 就文参谋 他说的 他现在在水不良山当人质 他泄露了秘密了 说高求高太位 私改赵书 本来赦免所有的人无罪 他单独的把话给断开了 说除送江之外 愚者都赦免无罪 您说那帮人能答应吗 他们水不良山的人 一个头磕在地上 最讲义气不过 不设他的头领 他们能服从吗 因此第二次又失败了 哎 八点回头已经这都新鲜 哦 有这等事 朕是一字不知 万字不小啊 哎呀呀呀 这八点回宗听得更认真了 往下接着说 哎 哎 同官同太位 打了两仗 兵败将王啊 叫梁山打的心了哗啦 他跑回来了 后来我听说 同官说什么 天气炎热 士兵不服水土 淹死战尸罢兵 这从属是欺骗偏子 是那么回事 他那十了万人全完了 他这有一点蒙地圣上 拿这次高丘来说 调动全国的军队去攻打水波凉山 结果怎么样 水军全军覆没 步兵损失了三平之二 高丘还被俘了 他说了吗 在水波凉山上 住了三篇 宋江就那么恨他 没杀他 相反的盛行款待 不是冲着高丘 完全是冲着陛下您啦 抓的俘虏一个都没伤害 高丘当时表示 愿意回京之后 面见片子 如实的讲述实情 请您下达昭安的诏书 赦免宋江等无罪 他都岂是发愿保证了 宋江等人 这才把他们送出水波凉山 可是我们不明白 这高台卫是怎么想的 回来之后 他连个面都不露 还带了凉山两个人 他呢 把文幻章文残谋 放在凉山做压仗 那高丘离凉山 都两个多月了 我们就在那等着 一点消息都没有 迷牛入海 无信息 眼睛都盼蓝了 就盼着黄整明赵安 在这个借骨眼 我才跑出凉山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我太值得内情了 哎呀 把你挥露 这个脸色就不好看 他并不糊涂 只是这人好玩 不过问正事 今儿个这么一听啊 好 我被蒙在鼓里了 我是傻小子 叫铜冠和高丘把我给骗了 自从高丘回到京城之后 抱病不出我 连个面我都没见着了 好啊 好啊 高丘 好一个铜冠 我岂能与你们善罢甘休 黄上嘴面说 心里是这么想的 行行行 我明白了 燕青啊 感谢你啊 向我提供了这么多情话 好 我也累了 你到下面休息去吧 谢如龙恩 燕青转身出现了 回到自己那跨院 这李适适呢 挺高兴啊 对不起我这训练了 这点钱 我也没白拿 这就在皇上面前撒娇 后来两个人同床共成 咱不必去说 天四亮四不亮的时候 皇上手下的黄门关 来砸门来了 天不亮 皇上就得回宫 要叫别人发现了 诸多不变 舌头板子压死人 你这皇上偷刑啊 还得偷着 最后皇上急忙起来 穿好衣服 顺着地道 回了皇宫 李适适困了 接茶睡他这觉 燕青呢 人得喜事精神爽 燕青激动的 一晚上没合眼 盼着天见亮了 燕青起来 把衣服穿好 洗了把脸 往外丢走了 正好 门前有个小厮 打扫卫生 认识燕青 哎呀 叔叔 这咱哪去这么早 啊 我有点小事 我暂时告辞 如果事事要问 说我很快就回来 好嘞好嘞好嘞 叔叔早好 爷呢 他也接了钱了 所以 管燕青叫叔叔 不找他 再说燕青 一路要回到店房 正好 戴宗也起来 哎 再看戴宗 喝着锁 吃着早点 就像没事人一样 燕青 冷笑一声 哥 哎呀 我去了医卵上 你一点都不关心 你 你就不怕 把事情闹翻车吗 哎 你看你跟没事人 差不多少 哈哈 天地啊 你一半事情 哥哥能不放心吗 肯定是万无一失的 另外兄弟 实不相瞒 我晚上也没睡好觉 我曾经啊 到老李家门口 转过三次 拼拼动脚 我一看 你也身人 并平安无事 我就知道你一切顺利 所以我回来睡觉 这有什么奇怪的 哦 原来如此 戴宗叔快坐下 跟我说说怎么会 哥 干嘛这么这么 你看 这是皇上给我写的 是个照 另外 我把详细的情况 都跟他说了 我编的瞎话 我是这么这么 这么说的 你 好 好好好 戴宗叔说妥了 宋哥哥交给咱的任务 咱已然完成 那皇上真东的心 他这才明对真相 对于下一步招安我们 看来是有希望 是啊 皇上是知道的 但他办正事 咱心里还没笔 咱不还带了一封信吗 是文幻章文参谋 给苏太辈 苏元鼎写的信 咱这封信 还得亲自交给 对啊 戴宗叔说这事 你办我办 对啊 干脆我办 怎么样 一会儿吃完饭 咱俩就走了 行行 赶早不干完 两个人吃完了早饭 搞个信心 去找宋太辈 那还不好打听 宋太辈的锅儿太大了 有人一直方向 红尸走红封 门牌六号 那就是束缚 到这一探 可是吗 院情高大 门楼滚阔 新石的台阶 两六拴满装绝 一阵抱头的狮子 分在左右 门上 有人在这站稿放上 但亲家败宗在旁边掌握 踏过来 一抱一拳 这位兄弟辛苦了 站稿没看 什么事儿 请问 这是宋太辈 我先述个句话 宋远景的宅边 你是干什么 有他一个朋友 托我给带了一封呼吸 叫我亲自交给宋太辈 这么回事儿 他还没回来呢 还在汪庚之中 陪王半价 什么时候能回来 这可说不定 因为我们太队是个盲人 跟皇上寸步不离 有时候回来得早 有时候回来得晚 有时候通交搭档不回来 那我只好在府门外等候了 愿意等你等吧 这冤青没办法 回去跟带军记说 俩儿军的影子 墙下就在这等着 好敢这着急 这时间就是个怪物 你怕他过得快 吃楼吃到了 你怕他快点过 他吃吃不过 等啊等啊等 其实时间不算太长 按现在宗教说 也就是一个多小时 就听见 平罗开道的声音 八台大叫 就过来 带宗艳庆 急忙站起身 来了 大概是 火不欺然 大叫到府门外 沾沉落地 有人打起轿帘 撤掉扶手把盘 有位高级大官 从也为一哈身处来 艳庆眼尖 任何 苏冤警 这个机会不能错过 艳庆大不流行 三不两不都到今天 聊一会儿就会 大人在上 小人 叩拜大人 把苏冤警下了一票 什么人呢 大人修金 我受人之托 给您送了一封信 等您半天了 送了封信 什么信呢 是文幻章 文参谋的亲笔信 文幻章 哦 哦 知道知道 你是文幻章的什么人 嗯 我是他这碗妹 我到京城来办事 顺着把这封信 给您烧来 哦 请到里边来吧 这苏冤警还真挺客气 下轿进主 坐到花亭之中 把官服脱掉 换成了便装 有人把茶水给漆上 苏冤警在这坐着 边休息 边叫人把艳青带进来 艳青规规矩矩 十万里之后 把文本 让这封信 双手撑上 这苏冤警一边拆信 一边看艳青 你是他的晚辈 他正是 那个 那是我一个叔叔 哦 苏冤警说着 把风头撕接去 信仰拽出来 一开始啊 没注意 一看三篇 认真的一看 苏冤警傻了 嗯 有这等事 我是半字不小 呃呃 袁幻章能不说实话吗 把所遭所遇 从头到尾 一切的事情 全写在信上 那这都是文言 话比较精练 三篇就说明 很多很多问题 高秋打了败仗 还背乎了 谁都不知道 啊 文幻章 坐压仗 现在在水不凉山 文幻章 在信中 反复强调 让苏冤警在皇上面前 多尽美言 快点将诏乎诏安 宋将众人两眼望穿 就等着这个好消息 上学签 下注不办 文幻章遵守 嗯 好啊 好啊 呃 你姓什么 我姓亚 我叫燕青 燕青啊 多谢你送的这封信 在我府里头吃饭啊 来人 在帐房上 多谢派费